来自新竹内湾国小的孩童 这回来到台北 进行好健康学堂课程 老师不但教导正确的健康知识 同时还亲自指导腰围的良法 让小朋友从小成为一名饱肝小尖兵 进而守护家人的健康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的经济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定要 远去爸妈健康的肝换来的 还有我想各位是多健康的肝换来的 所以我们新屋吃的孩子有这个机会 能够当我们这个饱肝推动小贴子 真的是我们孩子的福气 长期推广健康意识的 全民健康基金会 为了把饱肝观念向下扎根 连续八年推动好健康学堂 从北北基一路延伸到 新竹县市的偏乡小学 让资源较为缺乏的学童 也能体验优质课程 建立正确的健康知识与习惯 教育的福利我们开始推到各个偏乡去 那非常感谢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到达了这个北北基 今年呢已经到了我们的新竹县 新竹市的部分 我们希望呢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推广到全省的偏乡 公私学历 有一项好心肝 的这样一个基金会 然后搭起那个平台 把官方学校 企业结合在一块 我觉得那个效果 特别好 除了将学到的知识传递给家人亲友 全民健康基金会 11月16号也将在新竹巨城 举办今年超了煤 抽血癌筛检活动 落实保肝筛检 守护每个家庭健康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